主席先生 联合会大会 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 在阿尔吉利亚民族人民共和国 革命委员会国满丁主席的常议下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 胜利地召开了 联合会成立了29年来 专门举行会议 讨论反对帝国中一的剥削 剥削剥丢头 改造轨迹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 凡是第一次 这反映了轨迹局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政府热烈祝贺 这是婚姻的召开 中国政府希望 婚姻将为加强 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维护民族经济权益 为处境国国人民 反对帝国中英 特别是霸权中英的斗争 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 世界上国中政治力量 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 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 一系列 亚非拉伟家纷纷取得独立 在轨迹事务中 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战术一个时期内 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征用 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西方帝国主义集团 业维十分务励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 现在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 实际上 是第三世界 属于这两者之间的八大国家 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家 王兔称霸世界 他们 用不同的方式 都想把亚非拉的 法政策国家 是与他们国之的同志之下 同时 还要欺负那些 实力 不如他们的 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鬼 是当代 最大的 轨迹剥削者 和亚非者 是新的世界 战争的 扯元的 广大的法政策国家 长期遭受 殖民主义 结果主义的压迫 和剥削 他们在争取民主解放 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 现实了 舞弊巨大的威力 不断地 取得了辉煌真理 他们 是推动 世界理事车轮前进的 革命动力 是反对 殖民主义 敌国主义 特别是超级大鬼 的主要力量 敌国主义 特别是超级大鬼的 所作所为 阻止不了 法政策国家 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 胜利前进 邓小平团长最后强调指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轨家 也是一个法政中的轨家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征训毛主席的教导 坚决支持一切比亚派人民 和比亚派民族 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发展民族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 敌国主义 大权主义的斗争 这是我们 赢金的 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 现在不是 将来也不住 超级大鬼 什么叫做 超级大鬼 超级大鬼 就是到处对别鬼进行的侵略 干涉 控制 颠覆 和掠夺 蒙求世界霸权的 敌国主义国家 一个社会主义大鬼 如果 出现资本主义抚辟 就必然会变成超级大鬼 过去几年内 在中国 进行的 武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和目前 正在权贵 但开始的 黑领黑空运动 都市为了 防止资本主义 护辟 保证 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 运不变成 保证 中国运运站在 比亚培人民 和比亚培民主一边 如果 中国又早一日 变了颜色 变成一个超级大鬼 也在世界上 称王称霸 到处欺负人家 侵略人家 剥削人家 那么 世界人民 就应当 给中国 戴上一定 社会敌国主义的毛子 就应当 揭露它 反对它 并且从中国人民一刀 打到它 历史 在斗争中发展 世界 在动荡中 前进 敌国主义 特别是超级大鬼 困难重重 日益衰败没落 国家要独立 民主要解放 人民要革命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筹律 我们相信 只要第三世界国家 和人民 加强团结 并且联合一切 可以联合的力量 坚持长期斗争 就一定能够 不断地 取得新的胜利